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的地方 這一輩子一定要去過一次 要不然你會後悔 惡喜除了熱氣球還有什麼 欸 欸 我要下去吃了 哈哈 大家好 我們是可樂旅遊小邊 我是Sh gele 我是阿丘 我們現在來到旅展現場 想要來接著國調查 大家如果在國境開放之後 第一個想要衝的國家是哪裡 那我們現在就去調查吧 GO 最後一次出國 你記得是ms大概什麼時候 然後去哪裡 2011 9年泰國 妹很正 但不知道是哪一個人 講不出眼睛開始盯著人家 要去視力 2019年 中國 上台 去年的 十月 來台灣 我是馬來西亞 你是馬來西亞 還可以 最後一次出國是去 日本北海道 然後 剛好回來就一起爆發了 最後一次出國是 2021年 去韓國 2021 我在 2020 2020 2020年 年初左右 去了馬來西亞 小朋友玩 會在隔天 政府就說 要隔離 我壓底線 二樓師你有看到什麼 印象最深刻 或是 就是很吸引你的事情嗎 有啊 像他們當地的餐館 還有就是 他們的博物館 去了之後就覺得 很驚豔這樣 我去日本自由行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他說要自己點拉麵 想要拉麵加蛋 就看到那個替玉 就想說那個玉應該是 蛋的意思 結果呢就叫了 五個替玉 然後就買了 五個麵 有發現 我們點的時候 那個地圓的臉色好像不太好 印象深刻喔 就一直找我的朋友 買吃百喝百 嗯 還是可以錄完 可以 曾經去柬埔寨 然後吃到拉麵 就在一個沒有廁所的地方 很努力的找一塊小空地 趕快在那邊 就是 但後來沒有成功 因為我覺得實在太實了 還是就一直忍一直忍 需要一個餐廳 有一個很破爛的廁所 但是我還是很快樂的去解放 就我有一個朋友他就去櫃台說 就是比手啊 這樣這樣這樣 上面上面這樣 然後櫃台就說 喔好 你要是交給我 你們去玩 結果不是 我的朋友是說 因為飯店裡面有小朋友 飛來飛去 很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的地方 然後我曾經講就是歐洲 這一輩子一定要去過一次 要不然你會後悔 歐洲太漂亮了 你走在路上就 感覺你在動畫服飾裡面一樣 我覺得我首先要推泰國 泰國嗎 為什麼 就是你可以花一個少的錢 然後你就有最高的肌肉 我選一個好了 我在疫情沒有開始之前 本來要去非洲 看動物大前行 超酷的 所以如果接下來就是 國境開放之後 你會想要去非洲 然後看動物大前行 不會啊 絕對是在耍我 這個人很皮耶 我自己個人啊 就是蠻推薦日本的海道 因為我蠻喜歡滑雪的 所以我選擇滑雪 你跟我們推薦一個 你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香港的 旺角那一帶 東西也算不會太貴 也算蠻有人情味 真的會有點臭 等到國境開放之後 你會想要找誰一起出國 跟爸爸媽媽 那你下一次會想去哪裡 父母親他們好像 好像對土耳其還沒有興趣的 應該會帶他們去土耳其 土耳其除了熱氣球還有什麼 欸我也真的不知道 笑心最重要 應該是日本吧 去日本 那你會帶誰一起去 帶老公去 要怎麼帶去看 下一站的話我想要去泰國 因為泰國的話 可以很接近我們 我個人也蠻喜歡泰國的文化 然後泰國的食物 你們會想帶誰一起去 想跟朋友一起去 想跟朋友一起去 會想說要帶男朋友或女朋友一起去 真的 沒錯 當然是另外一半 當然是另外一半 但是目前還沒有 沒有另一半是不是 是 我會把你的IGP 不要下班好嗎 如果是另外一半的話 當然是要去香港 帶他去我最喜歡的地方 香港我很熟 所以我可以帶他去玩的一開始 太浪漫了吧 可以 應該會想找兩三個好友吧 可以去泰國的自由行 然後一直按摩 一直澎湯按摩 或是一直shopping 平常上班太累了 平常上班太累了 上班真的太累了 對著鏡頭說 上班太累了 好不然我跟你說 OK沒關係 我們幫你 馬賽克 如果講到一個國家 你馬上想到的第一個東西 或是第一個影響 新加坡 一二三 人面師生 等一下 人面師 欸 新加坡 三二一 五 五 十一 五 泰國 人妖 美很正 但不知道是哪一個人 韓國 三 二 一 你剛剛是不是說面線我聽到 越南 三二一 可樂旅遊 為什麼 因為可樂旅遊 透漢亞洲 團客非常多 剛好幫可樂旅遊打個廣告 你現在看到國境開放的新聞了 你心裡的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終於可以出國了 今天有多少錢 心情嗎 心情嗎 喔 喔 耶 我要會出去了 耶 耶 我想出國啊 多可笑 萬歲 多可笑 多可笑 耶 我們接場結束了 那 來 為我學弟 你要出國 你最想去哪裡 我的話 最想要去的是 泰國的蘇美島 想跟姐妹們一起參加 明月派對 喔 好讚喔 如果是我 我最想去的就是 去瑞士 滑雪 然後看看美麗的公景 那螢幕前的觀眾 大家想要去哪裡呢 歡迎在底下給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再把影片分享給想要出的朋友 一起看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